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立法院 刚刚呢有一个邮差送了这个双挂号信 限定林非凡跟陈维廷本人签收 但是呢邮差北杯到了正门 遭到警察阻挡到了侧门 学生又说他们不签收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主播黄一清来告诉我们 一清 好 带你来关心在稍早在立法院周边 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由于现在这周边呢 可以说是都比较有一些管制的状况 不过呢邮差还是要照常信信的 邮差刚刚在稍早的时候来到立法院 因为他手上拿着双挂号信 这是要给林非凡 陈维廷 以及黄国昌的一封双挂号信件 不过呢也问题是因为呢 这个双挂号信件需要本人来亲自签收 而这邮差就从这个立法院的正门到侧门等等 其都不得其门而入的情况之下 而林非凡他们本人呢也没有出来签收 这让邮差稍早是感觉到相当的无奈 只要在上面写上了无人签收 而这个邮差表示说 其实每天都有很多风筒信 而林非凡他们本人呢 至少别都有五风的信会送来这边 但现在这个双挂号信竟然是送不出去 让邮差也感到很无奈 来看看刚刚稍早邮差的实际的事 送给两个人 送给这两个 对对对 所以这一阵子你们送信 不很辛苦吗 还好 那这一边原则上 以前都会有一些功夫 那现在怎么办 还是一样啊 还是从前门 只要是立法院的从前门送的 然后他同学的就是从这边送的 只能这样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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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呢也都会再各来一次 如果真的都没有人签收的话 到时候啊 只好请本人要去邮局来招领了 这是目前在这边发生的小插曲的状况 先把时间